大家好,我是麦子商城的高级讲师Tiger 今天这一讲我们将继续给大家进行讲解 关于麦子商城的一些制作实现 首先我们先来看一下我们的课界 关于结算页面 结算页面在我们的商城当中 是一个数据交互量比较大的一个页面 那么但是它的前端布局相对来说还是比较的简单 我们来看一下 那么这里我们把它放大一下 这是从效果图当中出来的一块 它里面有商品的一些基本信息 上面这一块选择商品的我们可以暂时不要 我们把它去掉 然后主要就是下面关于数据交互这里 就是用优惠券 还有呢就是请填写订货人信息 收货人信息 那么还有就是点击这个复制订货人信息的时候呢 它会把上面的这个信息呢 直接复制到下面来 这个呢是我们也需要实现的一个基本功能 然后下面还有一些基本的一些验证 这个也是我们需要去实现的 好了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这个页面的布局呢 我们大体呢采用的是DAV结合Table的布局 那关于这个前端页面的布局呢 我们给大家讲过 如果说存这个浏览展示性的页面 我们一般呢使用的是DAV加CC是布局 那么如果需要使用到一些数据量大的一些交互的页面 那我们一般使用DAV加Table 或者直接使用表格布局 那么直接使用表格布局的地方呢 比如说像一些管理类型的这个软件 比如说CR系统 就是客户关系管理系统 或者说收货系统 发货系统等等 那么这里还有一些关于潜重的验证 当然验证呢 我们在整个课程当中呢 给大家前面讲解了 关于JQuery框架实验的验证 那么这里呢 我们也可以给大家简单讲一讲 就是如何使用JAScript来实现一些简单的验证 那么好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来回到我们的这个ID编辑器 然后来实现这样的一个基本的页面 首先 我们要 这个是购物车 是我们上一节实现的 那我们把这个页面呢 先复制下来 复制下来呢 以后我们在这里呢 这个写个结算 OK 这是结算页面 然后双击 我们先把它的Titer部分呢 有些地方该修改的地方 改修改一下 这个是结算页面 OK 那么这个结算页面里面拿过来以后 有些地方我们需要进行一个修改 比如说操作这里 我们呢这里就不需要了 也就是说这个操作栏 这个单元格可以把它去掉 这里 可以把它去掉 还有呢 还有呢 就是下边的 这个 现在支付 这一栏 就是 继续购物 现在结算 这个呢 可以把它去掉 然后这个页面呢 还有就是这里面的这个是文本框 文本框呢 我们要把它换成 这个 比如说span标签 span标签 这里呢 我们 这里要换一下 换一下 span标签 然后呢 这个里面是2 这个 nam 我们之前呢 给它定的是 这个number 这里呢 我们还是给它定一个nam 这里面不能定一nam 我们先把这个先去掉 这个是1哈 这个地方是我们需要修改的 而且修改以后 要实现上面的这个数据的运算 我们还需要做一个简单的改变 我先把这个标签去掉 OK 比如说我们这里 那么这里是span标签 我们之前呢 是input 我们来看一下 在这里面呢 是找到这个input标签 然后呢 我们可以 把它改成 这个 一个id 或者改成一个class 然后直接 使用这个fand去找到这个类型的class 来进行应用 class 比如说 count 来试一下 OK 这里呢 去找到count 这里就不是它的value了 因为它是一个span标签 去找到它的text内容 好 就可以了 然后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功能呢 是基本上就实现了 看一下有没有其他地方 有没有什么bug bug呢 就是漏洞 我们把这个称之为bug 好 这里呢 稍等一下 OK 那这里 这个合计 这里 这一栏呢 并没有计算出来 我们再来 看一下 合计 这里 最好 这里是类型 我们给它定的类型 所以说前面应该有个点 再加上类型的名称 现在呢 再来刷新一下 OK 那这里计算出来了 这个功能呢 咱们就实现了 接下来呢 就是根据 这个效果图 要实现下边的这个基本功能 要实现下边的这个基本功能 那么下边这个基本功能呢 在此之前呢 我们做了一个简单的demo 大家呢 可以看一下 我们有些简单代码呢 是可以直接复制过来的 就是这里呢 为了节省时间 那么下面这里 我们的布局模式 首先采用的是一个table的一个布局 就是一个表格 实际上DAV嵌特表格 那么我们先来把这个框架 帮大家呢 去搭建一下 大家呢 后边就知道怎么去处理 那么直到 这个是购物的DAV 然后我们在下边 这里呢 定一个 到这里 我们给它加上一个注释 这个是 信息填写 那这是开始标签 这是结束 到这里结束 然后这里面呢 我们又分为了肉干个盒子 DAV OK 然后这里我们可以给它加上一个 比如说这个是 PRO 这个DACT PRO IFO 就产品信息的 这个 或者说用户 用户信息 User IFO BOX 那么这个里面呢 首先应该有一个标题 这一栏 然后呢 还有就下边呢 是要填写的内容 标题呢 我们可以 给它定一个 User Title 然后这个class呢 我们需要 在这里面去给它 设置 这里 首先 这个是 这个单元格 这个是下面Title 我们把这个Title呢 先复制上来 给它定义一个 这个样式 然后呢 它这里 首先应该有个背景图 根据我们的效果图显示 它首先有个背景图 那么这个背景图里面呢 我们可以给它加上 根据效果图呢 我们可以 选择 哪个呢 是一个 粉红色的 类似于这个 看一下 嗯 应该是这个 OK 然后呢 我们给它呢 加上一个行高 比如说35个像素 好了 然后它里面的文字 因为它是标题 标题呢 它文字大小了 应该稍微偏大一点 然后文字呢 加粗 Bund 然后这里呢 我们可以让它居中 然后这个标题里面 我们根据这里的效果图 标题这儿呢 还有一个小的一个图片 那这个图片呢 我们可以直接给它 加在前面就可以了 比如说在这里 给它加在前面 Imagine 而是RC OK 去找到这个图片 OK 那么在 在这里 对 就是LB的这个 找过来 OK 找过来以后呢 我们需要给它加上文字 我们刚才说了 上面这个选择商品呢 这里呢 我们暂时不管 如果后面有需要的话 可以给它加上就可以了 那么这里呢 直接写下面的内容 使用优惠券 这里不是使用优惠券 我们来看一下 应该是 是使用优惠券 使用优惠券 然后在这里面呢 我们可以给它放一个Table Table 然后Table里面呢 就是放一行 就可以了 OK 那第一个呢 是放了一个 就是文本输入框 Text类型的文本 然后size呢 我们可以给它定义 比如说20个长度 一个是卡号 还有一个呢 是密码 我们直接呢 把这串代码呢 复制过来 密码 然后后边呢 我们再写一个A标签 就是链接 比如说我要链接到哪个页面 然后把这两个数据呢 发送过去 来进行验证 那么这里 我举个简单例子 比如说 这里是链接到 AA这个页面 HTML 然后让我们传过去的时候呢 就可以这样 一个是卡号 一个是密码 可以传过去 那么一般呢 在我们开发的过程当中呢 像这种的验证呢 一般是在后台验证 后台验证 就是在服务器段验证 然后所以这里 一般是放一个按钮 那么比如说在Java 或者在 效果图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里呢可以向中间 稍微靠齐一点 这样也是可以的 如果你要靠齐的话 咱们需要在这儿 比如说再给他定一个 这个Table Info吧 在这儿来给他定一个 CCC样式 好 在这里 拿过来 比如你可以呢 Tax Indent 比如说100个像素 就是说让里面的内容呢 向左缩近100个像素 是这样的一个基本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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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这里呢 没有的话也可以 这里也可以设置 Pudding Left100个像素 这样可能要更好一些 就是把这个往这边 这里面的内容呢 不管 然后其他的实现 其实呢 都在这个基础之上 来实现的 好 那么这里呢 为了节省大家的时间 我可以呢 把前面啊 这里呢 我实现的这部分的代码呢 给大家简单讲一讲 然后呢 把它复制过来 好 就可以了 那接下来呢 大家可以看一下啊 我们前面实现的这个demo 那么这个demo呢 其实呢 就是做到这里 我们把它可以理解为 一个一个的模块 那这个模块里面呢 这个CSS呢 我们也是实现了的 所以呢 我们只需要把这个table 把它复制过来就可以了 好了 这里大家可以看一下 比如说 我现在要实现这一段 那我可以呢 先把这个 这个 这个是一个dv 这个是一个盒子啊 这是一个整体的盒子 好 那我们把这个盒子呢 复制过来 好了 那么这里呢 那我们接下来呢 就把这个盒子里面的这个内容 先把它复制过来 然后就是这个盒子里面的table 好 table 把复制过来 接下来大家可以呢 刷新一下 就是这样的一个啊 效果啊 是不是啊 看起来非常的舒服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 再把 我们再来复制一下 大家再可以 刚才没看清楚的同学呢 可以再认真的看一遍 注意哈 这个整体 这是一个 整体 这是一个啊 然后他们呢 都是放在这个盒子当中的 所以我们复制的是这个整体的盒子 复制过来以后 首先我们需要去修改这个收获人的信息 然后这里 那其他CSC的样式 咱们这里呢 就不用去修改 然后把这里面的这个内容呢 啊 这里还有一个订货人的信息 收获人的信息 对 把这个呢 复制过来就可以了 复制 好 那么这个TR呢 我们格式化一下 先把它这样对齐 好 然后再按table键 那么刚才我按的是cntr加这个table一起 啊 那么这样呢 它可以向右 向左缩进 那么直接按table键呢 它向右 向右缩进 现在呢 我们再来刷新一下 OK 那么它效果呢 就完全出来了 这是我们这一节 给大家进行讲解的一个基本的功能实现 那么这一节呢 咱们主要给大家进行讲解了这个 首先这个页面啊 拿过来以后呢 如何进行修改 然后这里面的一些按钮呢 我们把它去掉了 就是这一块啊 然后下面的按钮也去掉了 那对于这个数量呢 因为之前我们使用的是input 那么这里呢 需要使用span标签 那么我们可以呢 把它放在span标签当中 然后给它定义了一个什么 定义了一个这个类型 Count 但这个Count 我们并没有 还给它设计样式 只是定义了一个类型 然后通过这个类型呢 我们再利用gcree 里面呢 这个find的函数 去找到这个类型 然后取出它的值 然后呢 把它的值取出来 复制给这个number 这个函数是我们上一节 实现的 只是说这一节呢 我们把它做了一个简单的修改 OK 那这是关于这个上面的一个修改的部分 下转的布局呢 整体呢 使用的是DFV结合table的一种布局模式 DFV里面签套 签套这个table 然后布局呢 这里呢 我不要求 非要和这个效果图里面的一模一样 那么这里呢 大家要做到简洁大方 看起来呢 要比较的舒服 要比较整洁 不要感觉的很凌乱 OK 那么这里需要自责一提的是 这里呢 有一组这个 单选框 单选按钮 那么为什么 比如说我点击它的时候 它就自动消失 点击它的时候 它就自动消失 点它的时候 它自动消失 这个是如何实现的 其实呢 如果大家有学过这个 HTML的一些基础同学呢 应该非常清楚 这里呢 我实际上放的就是 两个input的按钮 那么之所以 它能够实现这样的效果呢 是因为我给它加了一个同样的一个名字 name 比如说这个送货 我给它加了一个同样的名字 送货 那么下面发票 我再加了一个同样的名字 name 发票 然后它这里呢 单选的时候 它就只能选择其中一个 它选择这个的时候 这个就自动的清除 选择这个的时候呢 第一个呢 又自动清除 这是我们 这一讲主要给大家讲解的内容 大家下来呢 可以根据我们这一节所讲的内容呢 把这个功能呢 实现一下 然后这里还有一些验证 大家可以下来呢 自己呢 先实现一下 利用这个gcree 或者 也可以利用加sqlp函数呢 来实现一下 我们下一节呢 会继续给大家详细讲解 如何使用加sqlp函数来实现 这里面的相关数据的验证 好 再见